Hi guys,我是Kill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香港一宗新聞 就講關於瘋群的攻擊 一天裡面連續出現兩宗 一宗就在沙田 一位33歲維修斜坡的工人 在工作期間受到瘋群攻擊 一處受傷 職場是暈倒的 最後就沒事了 但是另一宗就慘了 因為他就是一位64歲的餘戶處職員 就在藍戴嶼交易公園 在直樹期間受到瘋群攻擊 但是他就多處受傷 再加上他本身有慢性疾病的關係 再加上瘋群攻擊的毒素 一個combo 就令到他已經即場昏迷了 再送醫院立即搶救 都可以證實不止 我本身也不打算提及這件事 但我最近在別人家吃飯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在別人家想播什麼電視節目 你都沒權死 所以唯有硬吃 當時播什麼就播了TVB的新聞 我看到他們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比較留心聽他做什麼 他廣告不停都是說蜜蜂這兩個字 而畫面都是不停播蜜蜂在飛 蜜蜂在花上生氣 坐著花蜜之類 整個片段全部都是播蜜蜂 我搞到一刻懷疑自己 是不是之前在網上看的新聞 是記錯誤的 原來蜜蜂做的嗎? 蜜蜂的毒性這麼厲害嗎? 可以毒死人嗎? 還有蜜蜂攻擊人 他自己也死過 哪有這麼容易攻擊人啊? 那之如此 我有懷疑 那我就在別人家吃完飯 回到家就上網搜尋 看了N個不同的平台的蜜蜂 原來不是蜜蜂來的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你不懂得分蜜蜂和大黃蜂都算 我不明白為何TVB不停地播放蜜蜂 我覺得變成就是抹黑了 甚至是妖魔化了蜜蜂 蜜蜂真的很賓上 不然我也不會不怕他 如果大家是我的粉絲應該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是被蜜蜂任由在我手上拍 拍了半個小時 其實我很想一直拍下去 但我怕那部機沒電 所以我拍了10分鐘左右就停機 如果他有針的話 那針是倒勾的 那針還要連上他的有毒液的毒狼 和他的器官 所以如果他真的攻擊你 其實是等同自我犧牲的 所以一般來說蜜蜂不會這麼攻擊人 如果有看其他正常的 例如明報這些新聞報道 是說清楚 直樹的時候是不慎 不知是踩還是踢 總之是用腳弄到蜂巢 而令到蜂群攻擊 那如果大家有上網查一查資料 又或者有看一些養蜂人去分享的時候 是有說過的 蜜蜂的蜂巢不會這麼容易被大家發現到 他通常都是在山洞裡面 石拉裡面 所以如果你這麼容易被腳踢到的話 就不會是蜜蜂的蜂巢 再加上也沒有任何證據說 死者手上有什麼針 因為如果蜜蜂針完 人類的皮膚足夠令他扯五番之針 而那位死者身上多著受傷 但是沒有說傷口有任何的針 即是不是蜜蜂做 所以我其實這條影片主要是希望為蜜蜂抱不平 還有希望大家不要對蜜蜂有任何誤會 蜜蜂一來讀聖約和有溫信 再加上不會那麼容易隨便攻擊人 所以攻擊人那隻是叫做蜜蜂 或者叫黃蜂 或者虎頭蜂之類 兩種是不同的生物來的 雖然都是蜂 還有外表也有點像 但是體積和它的科是不同的 蜜蜂就是界門光木科 是屬於蜜蜂科的 而我們俗稱的大黃蜂 虎頭蜂那些都是蜜蜂科 是兩種不同的蜂 剛才說了 蜂巢的位置都不同 湖蜂的蜂巢 或者大黃蜂的蜂巢 如果大家看之前的新聞都看到 有些人的家裡外 是有人逐巢的 所以很容易看到的 而一般報稱要去清理的蜂巢 九成多都是虎蜂大黃蜂那種的蜂巢 大黃蜂那些是比較強的攻擊性 雖然它是比較強 但還是屬於不會亂攻擊人 但是順帶一提 如果大家不想在街公園 或者平時行山的時候 不想被野蜂追 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 經常聽政府宣傳的短片 都說有些淺色衣 最好就可以遮光 不要像我現在這樣 有短就有深色 我這樣走出去 除非你好像我這樣 不怕野蜂 我就不太怕的 就算去到黃蜂那些 在我身上飛 其實它很多時候都是巡邏 你不搞它就不搞你 然後盡量不要噴香水 因為它會誤會你是花那類的東西 就很麻煩 還有為什麼要停留在我手上呢 我看到那條片 有很多觀眾都有留言 他說是因為我有疑 其實是的 如果你身體保持乾爽 都可以減少一些風 無論是蜜蜂也好 黃蜂也好 都會減少他們在你身上出現 還有如果大家上網看 注意事項應該沒有人說 不要亂扔東西 不要亂扔垃圾 不要亂扔石頭 因為正如那宗新聞所說 那位職員 是不小心踩到 或者踢到 那個蜂巢所致的 你扔垃圾 或者扔石頭 尤其是由高位向下的 其實那些風是很聰明的 你不要想著很長距離 它不知道 其實它是會 detect 到在哪裡攻擊 所以你就不要亂扔東西 當然更加 垃圾一向就不要亂扔上山了 有垃圾 自己的垃圾只要帶走 吃剩下的水果 那些甜的食物都盡量盡好 不要讓它們嗅到 否則嗅到甜的味道 也是吸引到它們過來 還有如果大家走到某個位 發現不止一隻風 通常如果你說遠一點 它們都是一隻半隻在那邊飛 如果不止一隻半隻 兩隻 甚至乎兩隻以上 很有可能附近有蜂巢 所以盡可能就要不要急著走 是慢慢移動 不要逗留 但是要小心留意腳邊 真的有機會會踩到 有時候蜂巢是亂起的 看到蜂巢 更加不要因為好奇心中過去 尤其是剛剛說的那些大隻的蜂 他不知道你做什麼 他以為你想攻擊他 那他就會先打你 還有我知道有些朋友很害怕 不要說什麼大黃蜂那類 蜜蜂都害怕的話 我知道有些朋友下意識 那個動作就會這樣撥 但你撥他可能會誤會你攻擊 他反擊就麻煩了 所以就不要用手撥 走你就照走 兩隻手就盡量不要動 有他巡邏 他通常都是巡邏 有些好奇 看看你是什麼 你不搞他也不會搞你的 如果真的不幸他 如果他展開攻擊的話 就真的不要好像聽某些人說 不要動了 首先要撥身 還有盡量有些什麼 可以掩蓋到外腦的地方都掩蓋 尤其是接近大血管的地方 就是頸的地方 那麼手 第二 最後先腳 對了 越接近大腦的地方 就先掩蓋 優先掩蓋 盡量順風位置 盡量快點遠離那個地方 還有如果真的不幸刺 什麼針都好 都是用指甲 或者用硬的卡 就向傷口洞 那個處去 即是擠一些毒液出來 還有如果有針在殘留裡面 那就可以擠出來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 如果你激怒了密封 他也可以攻擊你的 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機率太低了 再用水清洗 還有藥水膠寶之類 去綁緊傷口 最後 希望大家行山 盡量多點注意一下 身邊的環境 盡量小心點 不要踢到不必密的東西 還有剛剛說 掩蓋東西 其實你有機會不單止掩蓋到蜂巢 你可以掩蓋到蛇 正所謂打草驚蛇 掩蓋到蛇 或者掩蓋到野豬 本身一群神野都被你掩蓋到生氣 所以盡量不要亂掩蓋 這個真的 大家行山就注意一下 也希望大家行山都安全 全然沒事 平平安安 還有最後的重點 這條影片 真的希望為蜜蜂抱不平 希望大家不要誤會蜜蜂 從而本來對蜜蜂沒事的 故意看到這則新聞 以為蜜蜂做的就很生氣 攻擊蜜蜂 不要亂做 這次的影片到此 希望對大家有些幫助 再見 可能有些觀眾會問 如果有蜜蜂停在手上會怎樣 我真的有試過讓蜜蜂停在手上 但是沒有幾秒他自己走 我就盡量舉高一點 就是他停在我手臂上 我舉高一點 因為 整個頭髮呢 其實是黑色的 因為黑色的地方 是吸引到他的主意 你盡量遠離他 有一點示意給他聽 我是有線 沒有任何惡意 那就OK 最後一次 再一次 一陣子 走 走